好,那音響已經開了,那我們就趕快來上課 那就像剛剛講的,因為你們中午還要小考 所以我們內容也有一點多 所以我們今天中午就中間就不休息 我們就一口氣把它講完 好,那今天要幫大家介紹的主題是動物的生殖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動物界在繁殖的過程中 因為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它要繁衍下一代 讓族群可以繁衍下去 所以動物原則上都是利用所謂的reproduction 就是利用生殖的方式 只是在生殖的形式上,其實有非常多種不同的形式 那有一些,舉例來講 像有一些生物它在繁衍的過程中 是沒有像人類一樣有區分所謂男性女性或雄性雌性的 也就是利用所謂的無性生殖 甚至有一些生物它可以改變它的性別 這個也是在動物界都可以看得到的例子 然後另外有一些生物,舉例來講 像現在這張照片的這一隻 這個是什麼生物? Coro珊瑚 珊瑚就是它同時具有雄性跟女性的器官 OK,所以它就是所謂的吃雄同體的生物 所以基本上一個生物要維持它的族群的存在 基本上就是要利用所謂的生殖的一個過程 然後讓它產生一個新的下一代 新的個體來取代老化的個體 OK,好 那我們就簡單先來介紹一下生殖的形式 在動物界生殖的形式 主要大家我想這個應該都有概念 就是所謂分成所謂的有性生殖跟無性生殖兩種 那唯一的差別就在於說 有性生殖它會牽涉到雄性的配子 一般來講是所謂的span 那以及雌性的配子 也就是所謂的egg,卵 之間的結合 結合之後會形成所謂的zygote核子 所以只要牽涉到有雄性配子 雌性配子結合的這個過程 就是所謂的有性生殖 那至於無性生殖呢 則是沒有牽涉到卵跟精子結合的 就是屬於無性生殖的這個方式 好 那我們先簡單來講一下無性生殖的方式 有拿幾種 第一種也就是你們以前在你們之前 最近在那個什麼組織 普通生物學實驗看過的生物 這是什麼生物 Hydra水溪 有沒有 你們應該都看過那張照片嘛 就是它可以從旁邊 像發芽一樣長出一個新的個體 那等到這個個體長得夠大的時候 它會掉下來變成一個單獨的個體 這一種生殖的方式就是所謂的出芽生殖 OK好 那第二種生殖方式呢 就是像這個是所謂的海葵 那它海葵 它也是利用無性生殖的方式 它的生殖的方式是 一隻海葵會不斷的長大 當長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呢 它就從中間一分為二 就變成兩個個體 OK 那這一種無性生殖的方式叫做P-旋 就是所謂的分裂生殖的方式 那這一類生殖的方式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所謂的一些 比較 所謂的低等 人類定義的低等的無基椎生物 比較看得到 那另外還有一種是所謂的斷裂生殖 那斷裂生殖通常會搭配所謂的regeneration 再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下面這個 這是什麼 海星有沒有 就是這是海星舊的手臂 它一隻手臂斷掉 然後就可以從這個斷掉的手臂的末端 再長出一個新的完整的身體的部分 那就變成一個新的個體 這個叫斷裂生殖的方式 所以派大星的手斷了之後 就變成兩個派大星 好這個是 那個卡通應該大家也都看過 好 那再來第三 第四種 在動物界也可以看得到的 無性生殖的方式 這個甚至在高等的脊椎動物 稍微高等的脊椎動物都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所謂的pacinogenesis 叫做孤磁生殖 也就是它可以從未受精的卵 產生一個新的個體 最典型的例子我們待會後面會講 像北美的編尾西異就是屬於這一類的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以有性生殖來講 在動物界大部分 在陸生 尤其像比較高等一點的生物 大概都是以所謂的有性生殖 來進行繁衍下一代的方式 好 那為了要繁衍下一代 那要用有性生殖 進行下一代的一個reproduction 生殖的作用的話 那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它要找到另一半 OK 好 那找到另一半 對於一些生物來講 可能比較不是問題 尤其是群聚生物來講 可能比較不是問題 可是 對於某些生物來講 可能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舉例來講 像 左下角這個是什麼 蚯蚓 有沒有 好 那蚯蚓你們在上附生實驗的時候 應該也知道吧 它是什麼生物 環節動物 然後它的生殖器官 是什麼 同時具有雄性跟雌性的生殖器官 有沒有 好 為什麼它要發展出這種狀況 那這個就叫做所謂的 Hermaphotitis 的一個方式 就是所謂的雌雄同體 好 舉例來講 像一隻蚯蚓 假設 我們現在假設 蚯蚓不是屬於雌雄同體的狀況 是分成公母的狀況 好 當兩隻蚯蚓 那它生活的環境是在什麼 土壤中 那當兩隻蚯蚓 好不容易見面的時候 發現 哇 兩隻都是公的 怎麼辦 你就沒辦法反映下一代了 所以 他們為了增加反映下一代的機率 他們就利用 就是讓自己 同一個個體 同時具有雄性跟雌性的生殖器官 但是 它的一個受精方式 還是一體受精 OK 好所以這個就是 蚯蚓增加它可以 繁殖成功機率的方式之一 就是利用所謂的雌雄同體 好 那除了雌雄同體以外 有一些雌雄同體的生物 甚至可以 產生所謂 自體受精的方式 就是自己的卵子 尤其像一些寄生蟲 它自己的卵子 可以跟自己的精子 產生結合的一個過程 OK 這一種就是 所謂的自體受精 那這個都可以增加它繁衍成功的機率 然後再來 有一些生物 它甚至可以進行所謂的性別轉換 就是在它成體之後 它可能已經是屬於雄性的生物了 可是當 某一個族群在某一個特殊條件下 它會轉變成所謂的雌性生物 增加它繁衍成功的舉例 這邊我們舉幾個例子 舉例來講 像所謂的Oyst 牡蠣 有一些特定種類的牡蠣 基本上 在一個族群裡面來講 它可能只有少部分的牡蠣 是屬於雌性 大部分是雄性的 好 可是當假設 裡面的雌性的牡蠣 老化或是某些人死亡了 沒有雌性了 那這個族群不就沒辦法反映下一代 好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呢 在這個族群裡面的某一個雄性 通常是體積最大的那一個 那一顆牡蠣 會轉變成雌性 那為什麼是體積最大的那一顆 因為它可以產生比較多的卵 好 原因就是這樣 好 那再來另外 甚至有一些魚類也會 例如像有一些生活在珊瑚礁裡的魚類 在這個族群裡面 基本上它 只有一隻雄性 其他都是雌性的魚類 好 可是當這隻雄性的珊瑚礁的魚死亡的時候 他們也會挑 一隻魚類轉變成雄性 好 通常挑的也是大的那一隻 為什麼 因為大的比較可以抵禦外腐 所以就是它可以去防止外來的侵略的東西 侵一些其他魚類的侵襲 好 所以這個是在自然界 就算是有性生殖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甚至有些可以進行性別的轉換 好 那以一般來講 在大部分的動物來講 在繁殖的過程中 都會有所謂的生殖周期 reproduction cycle OK 好 那這個生殖周期 一般來講 都會跟季節的轉換有關 好 因為大部分的生物是生活在自然界 那我們知道地球有什麼 春夏秋冬四季的轉換 會造成環境有很大的變化 那某一些環境不適合下一代的生長 所以動物為了讓下一代適合生長 舉例來講 這個是北美洲的巡路 他們會挑草原草剛長出來的那個時候 草剛生長出來的時候 就是春 進入春天 冬天結束進入春天 要開始 春天要開始進入夏天的時候 草是最貓症的時候 那時候呢 開始進行它的繁殖下一代的動作 OK 好 所以通常這一類有所謂生殖周期的生物呢 它會受到一些荷蒙 體內荷蒙的調控 跟環境訊號的調控 讓他們知道說 好 在這個季節 這個時間點 適合繁衍下一代 OK 好 那再來 他們主要的就是 其實所謂的繁衍 生殖周期 最重要就是 雌性的生物 在這個階段 它要進行所謂排卵的動作 那這個會跟待會我們介紹到的那個 人類的所謂的 卵巢周期有關 這個我們待會在下半段會介紹到 好 那一般來講 所謂的環境訊號 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讓它知道說 我的生殖周期要開始進行 排卵的一個進入所謂的生殖周期呢 很重要的一個環境訊號就是 所謂的環境的溫度 季節的溫度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 地球 其實控制地球環境很重要就是 溫度的一個變化 氣溫的變化 所以 氣候的改變 會促進這些動物體內 它的一個什麼 荷蒙的一個 分泌會改變 讓他們知道說 在這個時間點 這個季節 適合它開始進行排卵的動作 它可以進行所謂的這個 生殖周期可以開始繁衍下一代 OK 好 所以這個是在動物界 當然人類沒有啦 人類沒有所謂的這個生殖周期 OK 好 人類在女性只有所謂的卵巢周期 跟月經周期 這個我們大概也會介紹 這個等同於 魚是人類的生殖周期 可是我們不像有些生物是在 某一些特定季節才會繁衍下一代 OK 好 好 那再來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北美的 北美洲的編尾西醫 它的生殖周期 它也有所謂的生殖周期 好 但是它是進行所謂的孤磁生殖 就是 它是以未受精卵的方式 繁衍出一個下一代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北美洲的這個 編尾西醫 它是屬於一種特殊的 孤磁生殖的方式 所以它是類 它其實是所謂的無性生殖 可是 它在進行無性生殖的過程中 它會進行所謂的假交配的動作 就是它必須要有一個假交配的動作 才會促使它進行排卵的動作 舉例來講 像在這一些編尾西醫 像這兩隻 就是在進行一個假交配的一個過程 就是 他們到了適合交配的季節的時候 必須要有一隻扮演類似雄性的動作 的角色 的西醫 然後一隻是雌性的 然後有類似交配的動作之後 這一隻雌性的編尾西醫 它才會進行排卵的動作 好 那其實這個交配的動作 跟它促進體內的一些荷爾蒙 例如待會我們會介紹的 像黃體素的增加會有關係 OK 那利用這些方式 雖然它是無性生殖 利用孤磁生殖的方式來翻譯下來 可是實際上 它也有類似有性生殖交配的一個過程 OK 好 所以這個是蠻特殊的一個例子 好 那再來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比較一下這張圖來講好了 哪一種生殖方式比較有利 以左邊這張圖是無性生殖 右邊這張圖是有性生殖來講 好 以無性生殖來講 它每一隻生物 你都可以把它當成雌性動物 為什麼 它反正就是利用它自己的個體 一分為二產生性的個體 所以每一隻你都可以把它當雌性動物來看 好 所以它每一隻生物都可以一分為二 二分為四 四分為八 好 所以它只要下一代 一隻生物下一代 就是可以分成兩個新的生物個體 新的個體出來 可是如果以有性生殖來講 你一定分成所謂的雄性跟雌性 可是可以繁衍下一代的其實是什麼 只有雌性生物 OK 好 所以 以有性生殖來講 其實只有雌性生物可以繁衍 那它繁衍下一代 大部分生物 下一代的機率 雄性跟雌性的機率是多少 大部分是一半一半 好 所以假設是一半雄性一半雌性 其實它只有百分之五十的下一代 可以再繁衍下一代 好 所以它只有二分之一的下一代 可以繁衍下一代下去 所以 在消耗 就是在繁衍下一代 消耗成本上來講 其實它是要消耗兩倍的成本 OK 那既然這樣來講 應該是無性生殖會比較有效率 那為什麼在動物界 尤其是大部分比較高等的生物 要演化出所謂的有性生殖 OK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所以實際上在演化上 它在教科書下了一個標題 你真的在演化上 為什麼我們會演化出所謂的有性生殖這種方式 嚴格來講還在探討之中 那當然有幾個理論 這個就是幾個 大家說為什麼演化中會產生有性生殖這種方式的理論 就是舉例來講 有性生殖它的第一個好處是什麼 它可以進行所謂的基因的交換 就是雄性跟雌性之間 假設個體之間有少部分基因不一樣 或者是在雄性配子跟雌性配子產生的過程中 它有一些基因會產生一些重組的狀況 或者是配子結合的過程中 它基因會有重組的狀況 這一類的作用過程呢 都可以讓它產生比較多的基因上的變異性 它下一代的基因的變異性比較多 好 基因的下一代變異性比較多 所以當環境假設有慢慢在改變的狀況 它的下一代在適應環境改變上 比較容易可能因為基因交換的關係 產生適應下一代的 適應這個環境的下一代出來 OK 所以讓族群在環境改變的狀況下 比較容易延續下去 好 那相對於有性生殖來講 無性生殖它產生的下一代 理論上跟它前一代在基因上是一模一樣的 好 所以它如果環境改變的時候 它下一代可能沒辦法適應新的環境的一個變化 OK 好 所以這個是目前在解釋 為什麼說 生物在演化的過程中 會演化出有性生殖的這種生殖方式 這是其中一個理論 OK 好 好 那再來我們介紹第二種就是 所謂的受精的方式 那這個我想大家應該有所謂的概念就是 假設有性生殖來講 就會牽涉到精子跟卵子的結合 那這個結合的過程 我們把它叫做Fertilization 叫做所謂的受精 好 那受精 又可以分成所謂的體外受精跟體內受精 來這兩種形式 所以體外受精我想 大家應該也都很清楚 就是最近大家開始在碰的那個牛 就是屬於這種體外受精的方式 像這個就是典型的青蛙的體外受精的一個過程 就是哪一隻是熊的哪一隻是齒的 背上這一隻 這一隻是熊的 下面這一隻是齒的 所以當他們季節到了 好 知道說好 現在是在繁殖季節要進行這個交配的過程 好 熊蛙就會抱在齒蛙的背部 然後就會促使齒蛙把卵子排出來 那同樣的熊蛙也會把精子排出來 所以他們的精子和卵子就會在體外的環境 進行受精的動作 OK 好 這個就是所謂的體外的受精 OK 那通常要進行體外受精 它的生存的棲息地的環境 一般來講就是在潮濕的環境裡面 那因為精卵結合要在那個水中 才有辦法進行精卵的結合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魚類啊 或者是兩棲類 因為這類生物才有辦法進行所謂的體外受精 OK 好 那再來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所謂的體 就是所謂體內受精的方式 那它的差別就在於說 雄性動物必須要把他的精子 釋放到齒性生物的生殖道 生殖系統內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體內受精 例如像這一隻是熊像這一隻是齒相 就必須要把精子在齒 進入到齒相的陰道裡面 然後讓精子跟卵子 在齒性生物的體內有機會 碰得到有機會結合 才有辦法受精 所以他們就會有所謂的交配的過程 OK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一個交配的一個行為的動作的產生 以及進行交配的這些器官 OK 好 那這一些動物它在交配的過程中 其實也會有一些生物 它會釋放一些訊號 讓另外一個個體 就是齒性會釋放一個訊號 讓雄性個體知道說 現在是適合交配的一些狀況 舉例來講它會釋放所謂的肺洛蒙 好 那肺洛蒙就會促使雄性生物 你知道說好 現在這個齒性的個體是適合進行交配的一個動作 一個狀況 OK 好 所以這個是 那這些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生物上會產生的一個基轉 那這個為了增加這個體內受精成功的一個機率 好 那再來在體內這個生物界 下一代 在生物界下一代的肺洛蒙中呢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如果你是進行這個體內受精的 好 如果你是進行體內受精的生物 好 通常一般來講 你產生的配子的數目會比較少 同樣的 你產生的核子的數目也會比較少 但是它在體內受精 它會想辦法增加就是受精卵 就是你下一代生存的機率 就是它下一代生存機率會比較高 主要原因就在於說 體內受精的生物為了讓它的下一代可以生存下去 通常它會有所謂的parental care 就是清代照顧的一個動作 就是像一般懷孕的母親 那個胎兒是在我們的母親或齒心動物的子宮裡面生長 所以母親本身就會去保護這個胎兒 所以它利用所謂的parental care 它可以產生一個保護胚胎的一個過程 保護胚胎的動作 這個就可以增加它下一代生存 在自然界生存成功的一個機率 好 那這個保護 除了提供就是剛剛提到的 它其實有幾個作用 當然就是保護下一代 像假設是存在 雌性動物子宮裡的這個胎兒 它就是依靠這個母親來保護它 那另外有一類生物也是體內受精 可是它的受精完之後 它會把卵釋放出來在體外的 例如像鳥類或者是爬蟲類 像鳥類會產生體內受精完之後 它產生所謂的鳥蛋有沒有 那個受精卵 然後再釋放在鳥巢上 然後再藉由所謂的鳥的一個孵化 就是熊鳥或子鳥會分別去加熱這個卵 讓卵可以孵化 好 那這個卵 假設是這一種方式的生殖方式 通常它的卵會有一個比較堅硬的外殼 去保護這個受精卵 OK 好 那這個外殼主要是防止第一個 防止水分的上失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它要提供一個物理性的屏障 去保護這個在卵裡面胎兒的胚胎的生長 胚胎的乏育 OK 好 所以像鳥類或者是爬蟲類 它們就是利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雖然它是體內受精 可是它的卵是會生出來的 可是它就會有一個利用通常是像一些礦物質 會形成所謂的鳥蛋 或者是蛋殼的一個形式去保護它的胚胎 OK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都是屬於一些比較高等的動物 例如像蒲蟲類 或者是鳥類這類已經比較高等的生物了 其實有一些比較低等的生物 甚至它也會有保護清代的動作 舉例來講像這個這一隻生物 它是一種無脊椎生物 就一個昆蟲 大家都會覺得昆蟲這種比較低等一點的 我們定義上比較低等一點的生物 好像說好下一代 精卵結合受精卵釋放到體外之後 它就什麼就不管了 其實不是不見的 舉例來講 像這一隻這一個叫腹植蟲 一種昆蟲 它背上這一粒一粒的不是它本身的構造 它背上背的是一顆一顆的受精卵 就是它會把它跟雄性 就是它的媽媽會把它跟雄性的 這個腹植蟲結合的受精卵 背在背上到處跑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Parental Care的一個動作 就是保護下一代 不要讓它下一代受精卵被其他都生物吃掉的一個方式 OK 好 所以在自然界 如果是一些體內受精 甚至像這個雖然是體外受精的方式 它都有所謂的 藉由所謂Parental Care 所以要確保它下一代可以存活下去 好 那整個配子的一個產生跟配子的傳遞 一般來講 以動物界來講 都是藉由所謂的Gonad 就是所謂的生殖線或性線 去產生所謂的配子 好 那這個產生配子的過程中呢 其實生殖線 在大部分的生物 如果是一些比較簡單的系統 一些生物甚至它沒有所謂的生殖系統 它的一個配子的產生就是由一些未分化的組織來產生 那這是在比較低等的生物 那通常到了比較高等的生物 例如像人類或哺乳類生物鳥類等等的 就會演化出特殊的生殖線 生殖系統 那這些生殖系統 除了產生配子的作用以外 另外還有一些線體 那有些線體可以分明一些東西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滋養這個胚胎 或者滋養那個配子的一個產生 另外它會有一些系統去保護這個配子 另外像在雌性生物舉例來講 像人類有所謂的子宮 哺乳類動物大部分都有所謂的子宮 它還可以保護胚胎的一個生長 OK好 所以這個就是在整個自然界生殖的過程中 會慢慢越來越高等的生物 我們定義上越來越高等的生物 就會演化出比較複雜的一個生殖系統 舉例來講我們現在就先 從這個所謂的昆蟲來介紹起 像這個是所謂的果蠅 好 那果蠅已經分成有雄性果蠅跟雌性果蠅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是雄性果蠅的生殖系統 所以這是它的testis 然後這是它的這個塑金管 所以從testis產生的精子 會從這個塑金管送出來 再送到這個山標示山的 這個是它的除金囊 然後除金囊最後載由它的這個色金管 然後從這個它的一個陰莖 以及它的膠尾器的地方 才能把這個精子排出 就是交配的過程中 好 那再來這個是雌性的果蠅 好 這是它的卵巢 好 那卵巢有所謂的疏軟管 會把疏軟管送到子宮的位置 好 那這個是這個果蠅的外陰部 所以這是它一個交配的器官 好 另外這個雌性果蠅 在所謂的我們一般常見的這些生殖系統以外 它還有另外一些像這個是一些輔助的線體 那當然就是釋放一些跟配子或胎兒生長有關的一個輔助性的一些物質 它在這個輔助性的線體的上方這裡 大家還可以看到有一個器官 這個器官叫Spermesca 叫做瘦金囊 OK 好 那這個瘦金囊有怎麼作用 就是實際上果蠅跟人類不太一樣 就是它接受到它在跟雄性果蠅交配之後呢 雄性果蠅進入到雌性果蠅體內的精子 並不會馬上跟卵子產生精卵結合的一個動作 它會把精子儲存起來 OK 那儲存的地方就是儲存在這個瘦金囊的位置 那它在適當的時機才會把卵子排出來 跟這個瘦金囊裡面的精子一起在子宮的地方 產生精卵結合的一個動作 甚至後來發現他們還有一個現象 我們先講這個實驗 舉例來講 這個是他們去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他們特地產生了兩種不同雄性果蠅 一種雄性果蠅是它不會產生精子的果蠅 另外一種雄性果蠅是它不會產生 沒辦法射精的這種雄性果蠅 就是它精子沒辦法排出來的果蠅 這是突變的果蠅 好 那他們就去測這個瘦金囊 就是瘦性果蠅這個瘦金囊裡面 精子的數目 好 就發現說 當假設你的瘦性果蠅裡面 跟雄性果蠅交配之後 沒有精子在裡面的比例 這個是沒有精子在瘦金囊裡面的比例 正常假設是跟正常雄性果蠅交配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有精子在裡面 OK它只有個位數的這個瘦性果蠅 可能沒有交配或瘦金成功 所以它的瘦金囊裡面沒有精子存在 可是如果這個瘦性果蠅是跟沒有產生精子的雄性果蠅 或不會排出精子的雄性果蠅去交配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瘦性果蠅裡面的瘦金囊的 沒有精子的瘦金囊的一個比例 會明顯的增加 那這個瘦性果蠅其實之前它的瘦金囊裡面 都已經有精子存在了 可是你會發現 它瘦金囊的精子突然變少 為什麼 所以從這裡就知道說 其實瘦性果蠅為了維持就是 希望它的精子 它在瘦金囊的精子維持是一個比較新鮮的狀態 所以它在交配的過程中 它會把一些舊的精子 瘦金囊裡面舊的精子排出來 然後接受新的交配進來的一個精子 OK好 所以這個是甚至果蠅本身 它都有一個蠻複雜的一個系統 確保它的一個瘦金的過程中 它的一個得到的配子 雄性的精子是比較新鮮的一個配子 OK好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實驗 去證明這個理論 好 那以生物來講 我們會有不同的構造 去跟這個 進行所謂的交配的動作 或產生配子 釋放配子的一個動作 那不同的生物會在不同的器官 舉例來講 像很多生物 像鳥類或者是兩棲類 它會把它的消化系統 泌尿系統 或者排泄系統 跟所謂的生殖系統 三者結合在一起 形成一個共同的開口 這一類的生物 這個共同的開口 叫科歐卡 叫蟹子腔 所以像鳥類 爬蟲類 都是屬於這一種 所以它的一個 排泄出來的東西 或者它的一個配子 都是從蟹子腔排泄出來的 OK好 那這一些是比較常見在一些 非普魯類的脊椎動物 就剛剛提到鳥類 蛤蟲類 大概是屬於這一類的 好 另外 在自然界 為了增加繁衍下一代 成功的機率 所以其實 所謂自然的 一夫一妻制的動物 的種類是比較少的 好 問一下大家 鴛鴦是不是 一夫一妻制的動物 不是齁 大家都說 只限鴛鴦不限鴦 其實鴛鴦不是一夫一妻制的生物 反而比較大家 比較想像不到的 一夫一妻制的生物是什麼 像虎狼 有沒有 虎狼是一夫一妻制的 OK好 所以在動物界 其實真正一夫一妻制 就是它只認定 某一隻雌性生物 是它的伴侶的 這一種比例是比較低的 那主要目的當然是什麼 就是 大部分就是為了增加這個 多增加交配的次數 那下一代可以產生 比較多的下一代的機率 所以實際上所謂的一夫一妻制 在自然界 反而是比較少見的例子 OK 好 所以在整個這個 繁衍的過程中 其實 雄性或雌性 在某一些族群裡面 他們常常會 為了利用一些方式 去增加跟下一代交配 跟另一半交配的機率 甚至有一些雄性生物 在跟雌性生物交配之後 它會希望保留它的下一代 所以它會產生一些動作 去干擾雌性生物 跟另外一個雄性生物的交配 舉例來想像果蠅就會做這種動作 它就會幹這種事 它交配的過程中 它會故意釋放某一些化學物質 在雌性果蠅身上 那這個雌性果蠅就比較不會去吸 它的雄性果蠅 那這種方式就可以讓 這一隻第一個雄性果蠅的精子 留在這個雌性果蠅的體內 OK 它的下一代就比較容易出來 OK 所以這個在自然界有所謂 其實也就是所謂的生殖競爭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前面就簡單的把動物界生殖的一些類型跟方式 簡單的介紹完 再來我們就 後面的部分我們就主要把我們的主題 放在人類的生殖系統 OK 所以我們後面 因為畢竟大家主要都是醫學院的學生 所以我們就還是以人類的生殖系統來做介紹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人類女性的生殖系統的解剖學上 有哪一些構造 人類女性解剖學上的一些構造 那一般來講在解剖學上 生殖系統我們在普生的這一邊 我們先把它簡單的區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你從外觀觀察得到的生殖系統 那這個就叫做外在生殖系統 那從外側觀察不到 一定要解剖開來才看得到的 這個叫內生殖系統 內在的生殖系統 好 那如果以女性來講 她的外在的生殖構造 就包含了所謂的clitoris 這個就是所謂的陰地 中文翻譯叫陰地 以及兩套所謂的labia 陰唇 OK 好 這個是女性的 在外面就可以看得到的 那實際上這個其實就是 在胚胎發育過程中 因為我們知道 小時候在胚胎發育過程中 假設還沒有決定性別的過程中 胎兒是同時具有雄性跟女性的生殖器官的 只是當她決定要她演化成 發育成男性或發育成女性的過程中 另外一套生殖器官會退化 好 那以clitoris來講 這個其實就是退化的 原本是男性的這個龜頭的部分 OK 好 那這個就是女性的外生殖器官的部分 那如果是女性的內生殖系統呢 其實主要就是 有所謂的生殖線 在女性的體內 以及有一個chamber 其實這個chamber就是所謂的子宮 去保護 去讓這個配子可以在 筋卵結合之後呢 進入到這個子宮 然後可以在這一邊 進行胚胎的發育 跟保護胚胎跟胎兒的生長 OK 好 這個是女性的內生殖器官 所以我們就 來看一下女性內生殖器官 包含哪一些 簡單來講 在骨盆腔 這位女性的骨盆腔 如果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單純看生殖系統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發現 它有點像一個T字形 OK 但是這裡有個彎曲 T字形的上面有兩個彎曲 好 那我們先來看這兩個構造 這兩個球形 有點半球形的構造 這個就是所謂的OVERY 軟巢 這個就是所謂的軟巢 好 那在軟巢裡面 有非常多的濾炮存在 就是每個女性一出生的時候 一出生的時候 你的軟巢裡面就有非常多的濾炮 上百萬個濾炮在裡面 那每一個濾炮裡面 會包含著一顆軟巢 一顆OOS 好 那就藉由這個濾炮細胞 把這一顆軟巢把它包起來 那就形成一顆濾炮 包著一顆軟巢在裡面 好 那以一個軟巢裡面 會有非常多的濾炮分佈在裡面 OK 好 所以大家先有這個概念 好 那以女性來講 每一個月 所以嚴格來講是每28天 就是一個月經週期 平均女生來講是28天 原則來講就是 每28天 會有一個軟巢生成 OK 所以就每28天 會有一個濾炮成熟 然後把它裡面的軟巢 成熟的軟巢 釋放出來 OK 好這個就是一個軟巢生成的一個過程 好 那在整個軟巢產生的過程中呢 它 我們來看這一張圖 就是 這外面這一顆小顆 一顆一顆的 比較上方的這個 就是一顆一顆的濾炮 好 濾炮會從小 慢慢 越來越大 慢慢長大 好 那當長大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就是變成所謂的成熟濾炮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濾炮裡面的這一顆軟巢排出來 排出來之後 這個濾炮 剩下的濾炮細胞不是說 它就沒有用了 齁 這個濾炮 會演變成這個黃黃的構造 這個黃黃的構造 叫Corpus Lutium 中文翻譯叫黃體 好 黃體有很重要的一個作用就是 它會釋放所謂的Extrodial 就是所謂的磁性素 或叫動情激素 以及所謂的Progesterone 就是所謂的黃體素 或者另外一個名稱叫助孕筒 這跟維持懷孕的狀態有關 所以假設卵子有受精的話 這一個黃體釋放出來的這兩個荷爾蒙 可以維持這個胚胎的生長 子宮內膜的穩定 讓胚胎可以在子宮穩定的成長 好 可是假設這個卵沒有跟精子 產生受精的一個過程 就是這卵子沒有受精成功 這個黃體慢慢會退化掉 好慢慢退化掉之後呢 這兩個荷爾蒙就不會釋放出來 好然後再來它就進入下一個卵巢周期 就是下一個濾炮會慢慢的再成熟 OK好所以這個是 待會我們會介紹所謂的卵巢周期的時候 就會再詳細的介紹這個整個荷爾蒙 跟這個卵巢周期的調控 好 好那再來 在這個卵巢外側 大家注意一下 好像有兩根手 把卵巢 就是有點把它抓住的感覺有沒有 好 這兩根手其實就是 所謂的疏軟管的散步 以後你們再上那個解剖學 跟組織學的時候就會介紹到 這是疏軟管的開口的地方 就是疏軟管的散步 它會去接收從這個卵巢裡面釋放出來的卵子 而且疏軟管跟卵巢它不是緊密結合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卵巢跟疏軟管中間其實中間是有一個小空隙的 所以以後其實講那個消化系統的時候也會介紹到 女性的腹腔對外其實是一個暴露在外的一個空間 男性的腹腔是密閉的 可是女性的腹腔不是密閉的 主要就是因為這裡有一個開口的關係 好 那正常狀況下 從這個卵巢裡面釋放出來的卵子 會被這一個疏軟管裡面上面的 裡面的上皮細胞的鮮毛把它掃進疏軟管 好 那再來掃進疏軟管的這一個卵子呢 它跟精子會在疏軟管的大概前三分之一的地方 產生受精的作用 所以實際上真正精子跟卵子結合的地方是在疏軟管 好 那受精卵呢 再從疏軟管慢慢的被 這個疏軟管上皮細胞上面的一些鮮毛 慢慢的推到下面這個是子宮的位置 然後在子宮的內膜這一邊進行著床的動作 OK 好 所以這個是整個受精的一個過程 然後從子宮繼續往下走 會有一個比較窄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Servix 叫子宮頸 然後子宮頸就是子宮末端的地方 然後子宮也等於就是子宮的開口 那子宮的開口再往下走 就是所謂的Vagina 那這就是女性的陰道 好 那在整個女性的這個 我們從側面去看 就是現在假設你一個人Servix 就是從子宮切切開來 從側面去看的話 你就發現子宮長得像這個樣子 OK 好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Vagina 好 那它外面的開口呢 這個部分 就是從陰道往外 外面開口的這個部分 我們把它叫做Vava 就是所謂的外陰部 那外陰部的地方呢 就會有一些構造存在 舉例來講 像它外面有所謂的 這個小陰存 大陰存的構造 就是這兩個部分 好 然後剛剛提到的Clitoris 就是陰地的構造 其實就是這一整個構造 那其實暴露在外面的 我們只看得到這個 Clitoris的這個陰地頭的地方 Glance 裡面其實還有一個柄 其實這個假設它發育成男性的話 這個就是發育成陰莖的部分 只是在女性這個地方會退化掉 OK 好 那再來 在整個外陰部的地方 其實還會有一些腺體 舉例來講 像它在這個陰道開口的地方 後側 還會有一些分泌黏液的一些腺體 在這個陰道的旁邊 好 然後再來 在陰道的內側的地方 它其實還會有一層薄膜 這一層叫HEMAN 叫處理膜 OK 好 所以大概就簡單的介紹一下 女性的生殖系統的部分 好 那這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剛剛提到的 Clitoris陰地的 比較尖端的位置 這個就是Glance 然後我們翻譯叫這個陰地頭 其實它外面也會有一層 男性說男性有包皮 其實女性也有 所以它也會有一層prepuce 就是一樣翻譯成所謂的包皮 把這個陰地頭把它蓋起來 OK 其實就是一層薄薄的皮膚 那在這一些位置 就包含一下Vagina 還有大陰唇的 小陰唇跟這個陰地頭的位 陰地的位置 會有比較多的血管 那另外也會有比較多的神經的末梢 在這一邊 那這當然就是一些 假設在交配的過程中 會有一個刺激生殖行為的一個作用 的一個目的 好 那再來另外一個器官 雖然跟生殖沒有直接的關係 可是跟繁衍下一代非常的重要 像在就是女性的所謂的乳腺 所以像這個是女性的乳房 裡面會有很多的這一些 製造母乳的這個乳房的 普乳腺體 像這裡一球一球的 這個就是製造母乳的普乳腺體 那會從這個乳房的地方 釋放出所謂的母乳 那這當然是在普乳類動物 埔育下一代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胎兒的一個營養的來源 好 那前面我們就把女性的生殖的解剖 學上的一些構造 把它介紹完了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男性在生殖系統的解剖學上的構造 有哪一些構造 那如果我們把一個男性死狀切 從中間切一刀 從側面去看 以後你們就會聽到解剖學 會有什麼死狀切 罐狀切啊 什麼各種 或是chronous section等等的 所以以後你們在解剖學上 就會聽得到 好 你們現在先知道我們大概怎麼切 像以這張圖來講 就把一個人從中間切開 去看 好 他的骨盆腔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這些構造 好 那最典型的就是 在外側的地方 他一樣 男性一樣分成 從外面肉眼可以直接看得到的部分 一樣叫做外生殖器官 那主要就包含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croton 中文翻譯叫陰囊 就是這個部分 OK 好 那第二個構造就是所謂的pennis 陰晶 OK 當然就是前面的這個部分 好 那陰囊裡面呢 會包含著兩個球形的構造 這兩個球形的構造就是所謂的testis OK 好 那這邊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為什麼testis 曝露在體外 掉在陰囊裡面 嘿 降低溫度 為什麼 大家都知道說 目的主要是降低溫度 當然為什麼 好 這邊跟大家解釋 大家其實本來是後面要講的 現在先講 就是 以精子成熟的最適合的溫度是35度 那我們人類體溫是幾度 37 體內啦 體內的溫度是37 所以以一般來講 如果你這個鎬丸testis 是在體內的話 它的溫度會偏高 不適合精子的發育成熟 所以在演化上呢 就讓這個鎬丸是垂掉在這個陰囊裡面 不稍微有點垂掉在我們體外的狀況 它就可以讓它的溫度稍微降低一點 所以天氣冷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些 懸鎬基會把它往上拉一點 所以它就會比較 像冬天 那如果是夏天的時候 就會稍微 懸鎬基就不會 就會稍微舒脏一點 就會比較垂掉下面一點 這個是在解剖學上 自然的一個生理的一個作用 好 那這個是外生子器官 主要是這兩個從外部 直接可以看得到的 那內生子器官的部分 也是由一些生子線體 來製造所謂的精子 那另外這個生子線體 也會製造 例如像 Testosterone 搞固酮 這一類的荷爾蒙 那我們待會會介紹 那再來還有一些 輔助性的線體 待會我們會介紹 所謂的前列腺啊 尿道球腺啊等等的線體 它會釋放一些 產生精液的成分 那精液的成分裡面 會包含就是 滋養精子的一些作用存在 好 那我們首先來介紹就是 垂掉在陰囊裡面 這兩顆球形的構造 也就是所謂的Testis鎬丸 那鎬丸就是雄性 產生配子的地方 那如果我們把一顆鎬丸 橫切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從這張卡通圖 你就可以發現 這個是鎬丸 外面這一條 不是鎬丸 這是副鎬 我們待會也會介紹 這是副鎬 鎬丸是這一顆 你會發現 切開來之後 鎬丸裡面是這種 彎彎曲曲的管道 好 這個彎彎曲曲的管道 如果我們把一顆鎬丸 做組織學切片 切開來的話 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這一個就是你們 組織學教科書上的圖 就是這一根 這裡面一根 彎彎曲曲 一條一條彎彎曲曲的 這個管道 我們把它叫做 Seminiferous tubular 中文翻譯叫 細菌管 或有人加一個曲 彎曲的曲 叫曲細菌管 那切開來 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 那裡面呢 就會有所謂的 晶圓細胞 開始從曲細菌管的外側 慢慢的發育 成熟 形成成熟的精子 成熟的精子 會在曲細菌管的中間 OK 好 那這個成熟的精子呢 會在 藉由這個 曲細菌管 一直送 送到外面 我們剛剛提到 趴在這個鎬丸外側的這個 有一點像一條毛毛蟲型的構造 其實它也是由彎彎曲曲管道 繞成的這個一個 一個毛毛蟲 線型的一個構造 這個叫副鎬 精子會儲存在這個副鎬的位置 OK 好 那再來 在一條一條的曲細菌管 像這個就是一條曲細菌管被橫接 那這一個也是另外一條曲細菌管被橫接的狀況 在曲細菌管跟曲細菌管 中間的地方 會有一些細胞 像舉例來講 像這邊就有指出來的這幾顆 叫做Ledic cell 叫萊式細胞 以後你們像組織學 也會再提到 這個萊式細胞 會分泌所謂的Testosterone 它跟這個調控精子生成發育有關 OK 好 那我們待會介紹生成配子生成的過程中 就會介紹到Testosterone的一個作用 好 好 那藉由這種方式 就是精子從曲細菌管產生之後呢 它會送到這個副鎬的位置 那以副鎬來講就是趴在鎬丸外側 這有點像一條毛毛蟲的感覺 解構上有點像一條毛毛蟲趴在鎬丸外 背側的感覺的這個構造就是所謂的副鎬 所以實際上這個鎬丸是儲存在這個副鎬的位置 好 那再來 其實副鎬裡面我們剛剛可以看得到 從這張圖就可以看到 外側看起來是一條毛蟲的樣子 其實裡面也是這個彎彎曲曲的管道 這個彎彎曲曲的管道叫副鎬管 就形成一個副鎬的這個構造 那從Testis鎬完製造出來 精子會儲存在副鎬的地方 好 那當整個交配的過程中 好 假設男性進行所謂的Ejaculation的過程 他會先把在副鎬裡面儲存的精子 從這一條很細的管道 這一條管道叫做所謂的Vas Deference 叫書鎬管 就把副鎬裡面的精子排出來 從書鎬管 那這個書鎬管會繞過 這個構造叫膀胱 他會繞過膀胱的上方 從膀胱繞一圈 繞到膀胱的後面 好 再進入膀胱下方的一個線體 這個線體叫做前列線 OK 好 那前列線你就會發現 如果我們把前列線切開來 它會有兩個路口 一個路口 就是從書鎬管過來的這個路口 好 那這一個就是 那個書鎬管的前列線段 OK 那另外一個路口呢 是膀胱的路口 所以其實尿液也會 就是從這個路口進來 OK 好 所以其實我們的這個男性 的生殖系統跟泌尿系統 是癒合在一起的 是共用一套系統 好 那我們先來講這個 我們今天主要focus還是focus 在生殖系統來講 就是精子從這個前列線的 這個書鎬管的前列線段 進入前列線之後呢 它會繼續往下走 繼續往下走 好 然後再往下走 走到下面這個管道 這個管道 上面這條叫書鎬管 它會從這一條叫做射精管的地方 進入尿道的前列線部 所以中間這裡有一條管道 我們剛剛漏掉了 這一條叫射精管 中文翻譯在這裡 進入前列線的地方 好 進入前列線下面開始 這一些都是所謂的尿道 都是所謂的尿道 那像這一段 叫做尿道的前列線段 再來往下走 這個是尿道的陰筋部 尿道的陰筋部 但是都是屬於Erasa的部分 那精子就從尿道的地方 最後從這個龜頭的地方 的開口出來 OK 好 好 那再來我們來介紹一些 人生殖有關的輔助性的線體 實際上 在我們的精液的成分裡面 精子佔的比例 其實非常的低 只佔5% 只佔5% 另外95% 都是有一些輔助性的線體 就是這三個輔助性的線體 所產生的一些分泌物質所構成 OK 好 那我們來介紹 第一個是 首先我們來看 在整個膀胱的兩側的地方 比較後端兩側的地方 也有一個毛毛蟲型的構造 就是從這個側面來看的話 這裡有一條毛毛蟲型的構造 這個中文翻譯叫精囊 很容易讓人家誤會 以為說精子儲存在這裡 其實它儲存的是所謂的精液的成分 你這樣想就比較不會搞錯了 就是 百分之六十的精液 是由精囊製造出來的 OK 好 那它裡面會產生一些黏液 那當然就潤滑作用 另外產生所謂的果糖 那這個就是精子的營養的來源 能量來源 以及一些凝固酶 那這些凝固酶是讓精液 在女性陰道的時候 可以暫時有凝固的狀況 還有一些精子所需要的營養成分 舉例來講像 鬼神素C Ascopic Acid 這是精子所需要的營養成分 另外還有一個荷爾蒙 叫潛液腺素 這個是刺激女性陰道肌肉的收縮 的一個作用 OK 好 這個是精囊產生的一個精液的成分 它大概分泌大概佔百分之六十 第二個腺體就是剛剛提到的 在膀胱下方的這個球形的這個腺體 這個腺體叫做潛液腺 那潛液腺一樣會產生剛剛提到的一些物質 另外它主要產生的一個東西是 一個所謂的抗凝固酶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從精囊釋放出來的這個凝固酶 讓精液暫時停留在女性陰道之後 你還是要讓精子釋放出來 所以這時候潛液腺製造出來的這個抗凝固酶 就會讓這個精液融化 那讓精子可以出來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在潛液腺會製造的就是citrate檸檬酸 那這個也是精子的營養成分之一 好 再來第三個腺體叫做尿道球腺 叫做尿道球腺位置在哪裡呢 在這裡 就是這一個在整個潛液腺的下方 在尿道的開口的末端的地方 那如果從側面去看 就是這兩個球型的構造 這一對尿道球腺 它會產生一些 鹼性的黏液 它會產生一些比較鹼性的黏液 它可以去幫忙 中和掉尿道裡面殘留尿液的酸性 OK好 所以主要有這三個腺體 會產生95%精液的成分 OK 精子其實大概只佔5% 所以比例不高 再來我們來看 當精子往下送 會送到所謂的陰莖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把陰莖橫切來看 就長得像這樣 聽起來就很痛的感覺 男性的痛 那切開來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 看起來像什麼 一張點在對著你笑有沒有 好 這個也是以後你們組織學實驗看得到的圖 以後因為我們生解科也會帶到組織學 組織學實驗以前還是我負責的 所以以後你們還會看到我 組織學實驗你們就會看到這張圖 它長得就像這個樣子 橫切 這兩個就是所謂的陰莖海綿體 那下面這個是尿道 這個開口 這個就是尿道 外面這一圈叫尿道海綿體 那這一些都是 在假設要進行交配的過程中 它會沖血的沖血組織 OK好 所以這個是Pennies 如果陰莖橫切的話 你會看到這些構造 那裡面都會充滿於有一些血管 像中間會有一條中央的一個動脈 它會有血液 從這個中央動脈送進來 送到海綿體的這些位置 OK 好 那你們現在先知道有這個構造就好 以後比較細部的構造 等組織學再認識就好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介紹 所謂配子生成的過程 那我知道因為中間不下課 如果大家要去洗手間就自己去 可以不用報告就直接去洗手間 好 再來我們來介紹一下配子生成的過程 在以雄性來講當然就是產生所謂的精子 那一般來講精子會比較小 然後它是會游動的 好 那磁性生物主要產生是所謂的卵 那卵一般來講會比較大 那它會停留在磁性的體內 齁磁性生物的體內 那我們先來介紹精子生成的過程 叫Spermethogenesis 好 我們直接以這張圖來介紹 就是如果我們把一個搞完的其中一個取系精管 拉出來看的話 在外圍的地方 會有所謂的Spermethogonium 中文翻譯叫晶圓細胞 它的染色體跟我們身體其他的細胞一樣是2N 就是正常的 那個46條染色體 就23對染色體 好 那 這個晶圓細胞呢 它會慢慢的成熟 往下 開始進行所謂的減速分裂 那在減速分裂的第一步 它要先進行一個有失分裂 讓它的染色體變成4N 那其實標準一點來講應該是2N乘以2 標準一點來講應該是2N乘以2 那我們簡單講說是4N 好 那這一個細胞 我們把它叫做所謂的Primary Spamethocyte 叫初級金母細胞 就是這一顆 OK 好 再來 它會再 就會繼續 就會進行第一次的減速分裂 它就會進行第一次的減速分裂 好 進入第一次的減速分裂之後呢 就會形成所謂的Secondary的Spermethocyte 就是這一顆 標示綠色 綠色字標示的指著的這一顆 叫做次級金母細胞 這時候它的染色體的配對就分開了 它會形成N乘以2的細胞 就是每一個同源染色體分開 但是它的細胞裡面還是有兩套染色體 OK 然後再來它就進行第二次的減速分裂 形成所謂的Spermetic 那細胞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這是初級的 中文翻譯叫精細胞 那還是圓形的時候 我們把它叫做初級精細胞 那如果開始長出尾巴 我們就把它叫做次級的精細胞 這個以後你們在組織學才會做細分 那精細胞呢 在這個階段 它就已經減速分裂完成了 所以它帶的染色體就是單套的染色體 就是一N的染色體 好 再來接下來的過程 它就只是讓它成熟 形態上成熟演變成形態成熟的精子 好 那再來我們就把這個精子放大來看的話 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 如果以一個精子來講 從前到後 我們大概可以分成幾段 最前面這一段是它的頭端 好 這是精子的頭端 好 中間會有一個頸部 連結著後面的這一段 這一段叫做中結 所以就頭部 藉由這個頸部跟中結相連在一起 好 那在頭端的地方 藍色的這個是它的細胞核 就是帶單套染色體的細胞核 好 在這個單套染色體的細胞核 前面還有一個紅色的構造 這個紅色的構造叫acroson 叫頂體 這個頂體裡面有酵素 待會它要穿過卵子外面的殼的時候 一層Jerry Coal的時候 需要把這個頂體的酵素釋放出來 它才能穿過卵子 好 這個是頂體的作用 好 那再來 藉由這個頸部連結的這個終結呢 它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 它裡面有很多Metocondria 立腺體在終結裡面存在 立腺體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產生能量 讓後面連接的尾部 尾部其實就是一條很長的邊毛 讓這個邊毛可以甩動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精子 形成成熟之後精子的一個構造 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它又可以細分成頭部 頸部中結跟尾部 這三個 這四個部分 OK 好 那這個就是整個精子生成的過程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這張圖 就是染色體的一個變化 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時間因素 我們就不再重複了 好 所以藉由這種方式呢 可以產生一個成熟的精子 那尾部就剛提到的邊毛 藉由終結的Metocondria提供的量 讓這個邊毛可以甩動 可以往這個 那個輸卵管 女性輸卵管的方向進行運動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介紹 軟生成的過程 以一個軟子來講 它是在胚胎 女性胚胎發育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進行軟子生成的過程了 它跟雄性不太一樣 男性是要在過青春期之後 你的睾丸才會開始進行精子生成的過程 可是女性不是 女性軟子生成的過程 其實在它胚胎發育過程中 女性的胚胎發育過程中 軟生成的過程就開始進行 OK 這是第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來看 其實在女性胚胎的時期 就會有像中間這就是一顆軟 外面這個就是綠泡細胞 形成的綠泡 把一顆軟包起來 這就是一個綠泡 包著一顆軟的綠泡 這個在胚胎時期就已經形成了 所以女性一出生 女性一出生 嬰兒體內的軟巢 其實就有非常多上百萬個綠泡存在體內 存在它的軟巢裡面 好 那在出生之後 假設等到青春期之後呢 這個綠泡就可以開始成熟 所以綠泡假設 好 它現在開始青春期過之後 綠泡開始成熟了 這個綠泡會慢慢的長大 軟當然還是只有一顆 軟子不會變 軟子的大小並不變 但是綠泡細胞會變多 慢慢的長大 形成一個成熟的綠泡 成熟的綠泡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 那當這個綠泡成熟之後呢 在排卵期 它就把這一個綠泡裡面的這個軟子 排出 丟出來 從軟巢裡面丟出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排卵 排卵完之後 這個殘留的這個綠泡 就會演化成所謂的黃體 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所以像這個是一個照片 就是剛好一顆軟 從軟巢裡面釋放出來的樣子 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OK 好 那假設這一顆軟子 沒有受精成功 這個軟 黃體 就會慢慢的退化掉 就會慢慢退化掉 那假設這個軟子 有受精成功的話 這個黃體會維持住 就會示範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LH跟那個Pogestelon 去維持子宮內膜的很穩定 這個我們待會後面會介紹 那整個軟子生成的過程 跟精子生成的過程 剛剛已經提到第一個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女性在胚胎時期 其實就開始進行軟子生成的過程了 好 那而且軟子生成的過程中 中間會有很多暫停的階段 好 舉例來講 像這一條虛線以上 是在胚胎時期就進行的 軟子生成的一個過程 所以它的軟 軟元細胞 在胚胎時期其實就開始進行 所謂的有失分裂 形成所謂的初級的軟元細胞 叫初級軟元細胞 好 那這個軟元細胞 其實它的染色體就已經是2n乘以2了 就已經2n乘以2了 好 再來它的細胞 要進入所謂的減數分裂 可是在這個時期它會先暫停 它會先暫停 就是還沒進入青春期之前 它這個階段會先暫停 所以它會先在初級的軟元細胞 這個階段先暫停 好 那等到它進入青春期 開始進入所謂的軟巢周期之後呢 它才會開始再繼續進行 所謂減數分裂的過程 好 等到它開始進入青春期之後 它開始產生所謂的軟巢周期了 好 假設這個軟從軟巢裡面成熟了 它開始慢慢的長大發育成熟 在軟巢的這個階段 這個綠泡成熟的階段過程中呢 它會完成第一次的減數分裂 它的第一次的減數分裂是在這一顆軟 綠泡慢慢在成熟的過程中 軟裡面的減數分裂 第一次減數分裂才完成 OK 好 那等到這一顆綠泡完全成熟之後 把這個軟釋放出來的時候呢 它會完成第二次 就是第一次 徹底的完成第一次的減數分裂 好 再來 我們知道減數分裂有兩次嘛 它第二次減數分裂 穿過這個軟子外面的這一層膜 進入到軟子之後 產生受精作用 這個階段它才完成第二次的減數分裂 OK 好 所以這個是整個軟子生成的過程中 其實它不是連續的 中間會有很多中斷的狀況 暫停的狀況 好 再來 一個軟子生成 它只會產生一個軟 它不會產生四顆軟 好 就是一個軟子 這樣精子的生成的過程中 一個精子 精元細胞可以產生四個精子 但是軟子生成的過程中 它只會產生一顆軟 另外的染色體 我們知道它會 染色體會進行有時分裂變成4N嘛 然後4N會平均分 分佈到四顆細胞去 好 其中軟 本身分到1N 另外三個三套染色體分到哪裡 它分到所謂叫做power body的構造 叫做集體的構造去 好 就是 當軟子在發育的過程中呢 其中只有它細胞質大部分的成分 會留給軟 留給軟 其他的大部分的細胞質的成分 留給軟之後 只留下少部分 給所謂的集體的構造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在排軟的過程中 先釋放出來的第一個集體 好 所以這個階段它是2N的 N乘以2 這個集體也是N乘以2的集體 染色體也是N乘以2 這是第一個集體 它有染色體 但是它的細胞質非常的少 OK 好 再來完成第二次減數分裂的過程中 一樣細胞質大部分成分 會留給這一顆軟 只有少部分留給集體 好 但是它一樣有一套染色體 會丟給集體 這是第二個集體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會有3個集體 另外一個集體從哪裡來 不要忘記 這一個集體它的染色體是N乘以2 它也會進行減數分裂 它會再產生第三個集體 OK 所以另外一個集體 是從這原本的第一顆集體產生的 所以軟生成的過程中 它會產生一顆軟子跟三個集體 但是都是帶單套的染色體 好 所以這一個就是比較一下 軟子生成跟精子生成不同的地方 主要有三個不同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軟子生成只會產生一顆成熟的軟 精子可以產生四個成熟的精子 好 那再來 軟子生成的過程中 以雄性生物然講 中生都可以進行精子生成的過程 但是女性到了更年期之後 軟生成的過程就會停止 OK 好 第三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精子生成的過程是連續的 但是軟子生成的過程中間會有暫停的狀況 OK 好 所以這個是精子生成跟軟子生成 在過程中三個比較大不同的地方 好 那整個以鋪類生物來講 調控這個生殖周期跟所謂的性荷爾蒙的調節 非常有很直接的關聯 那這一邊我幫大家在講義上 我還沒之前舊的講義沒補 我把它這個中文再補上 所以大家有需要中文的其實都查得到 有需要中文的可以自己把它寫上 就是它會依靠由性腺 或腦下垂體 或者是腦下垂體的前頁釋放出來的一些荷爾蒙去調控它的卵巢周期 好 舉例來講 像下四球 它會釋放所謂的 中文叫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 又是一個名稱很長的一個名詞 那我們現在大家就麻煩記一下簡稱 因為我們待會講簡稱會比較快 節省一點時間 這一個簡稱叫GNRH 它是從這個下四球釋放出來的第一個 跟性有關的荷爾蒙 跟成熟有關的荷爾蒙 第二個荷爾蒙就是下四球釋放出來的這一個GNRH 它會到腦下垂體前頁 促進下垂體前頁釋放兩種荷爾蒙 第一種叫Folic Stimulating Hormone 中文翻譯叫濾泡刺激素 簡稱叫FSH 第二種叫Lutinizing Hormone 叫促黃體激素 簡稱叫LH 這個是由下四球釋放出來的 這兩種FSH跟LH 好 那再來FSH跟LH 這兩種性荷爾蒙 它會再去刺激性腺 去製造一些相關的性腺 相關的一些荷爾蒙 那如果性腺以雄性來講 再搞完我們剛剛提到的Ledic Cell 它會釋放所謂的Testosterone 搞固酮 那這個可以刺激精子的形成 那以磁性生物來講 它在軟巢的地方 會釋放剛剛的黃體 會釋放所謂的Extrodio 或者是Progesterone 黃體素 那這個也會維持子宮內膜的肯定 這個跟這個整個生殖的過程也有關係 大家先記得這些荷爾蒙的一個狀況就好 待會我們後面會介紹整個怎麼樣進行調控 好 那這一些性荷爾蒙 除了跟配子生成有關 也跟一些性行為有關 就是像有些動物我們知道會有球偶的動作有沒有 好 這些球偶的動作也跟這些性荷爾蒙的一個釋放有關 然後再來在人類來講 你的第一或第二性針的成熟 也跟這個性荷爾蒙的釋放有關 OK 好 這個是這些性荷爾蒙的一個作用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介紹 在女性來講 她在生殖的過程中 她會有 在人類雖然沒有季節性的生殖周期 但是她在卵巢方面 由每28天會進行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卵巢周期 Ovarian cycle 這個其實就是人類的生殖周期 好 人類女性的生殖周期 好 另外我們知道女性每28天還會產生什麼一個現象 這個Mestuation就是月經的過程 那這一個每28天產生的叫做月經周期 或叫做Uterine cycle子宮周期 實際上這兩個周期是搭在一起的 是搭在一起的 我們待會就講 會介紹怎麼樣利用荷爾蒙調控 讓這兩個周期搭在一起 首先我們來看所謂的卵巢周期 以卵巢周期來講 第一步是夏四秋會釋放所謂的GNRH 好 這個GNRH會刺激我們剛剛提到的 腦下垂體前夜釋放FSH跟LH 好 那我們就直接以這張圖來做介紹 夏四秋釋放這個GNRH 它會刺激腦下垂體前夜釋放FSH跟LH 好 可是實際上 假設這時候血液裡面 沒有大量的磁性素存在的狀況下呢 這兩者的釋放會被抑制下來 所以它只會釋放少量的FSH跟LH 這個是在女性血液裡面 FSH跟LH的濃度 好 好 那這個呢 就是卵巢 這就是卵巢 裡面的一顆綠泡 綠泡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 它會釋放所謂的ISO DIO就是磁性素 磁性素是由這個綠泡所釋放的 綠泡在長大的過程中 磁性素釋放的量就會慢慢增加 就是紫色的這條線 好 隨著綠泡的成長 這個ISO DIO就慢慢增加 當ISO DIO增加到一個高度的時候 在血液中 女性血液中的濃度增加到一定高度的時候 它會透過血流 跑到下四丘 刺激下四丘 釋放大量的GNRH GNRH會在跑到腦下垂體前夜 刺激腦下垂體前夜 釋放大量的FSH跟LH 所以大家就可以注意到 FSH跟LH 在那個女性血液裡面的濃度 會大量增加 然後其中的LH 在到達高峰的時候 它有一個作用 它會刺激排卵 所以LH到達高峰的時候 它會刺激濃炮把卵丟出去 好 當濃炮把卵丟出去之後呢 這個濃炮就形成所謂的黃體 好 那黃體會釋放兩個荷爾蒙 第一個就是剛剛的所謂的磁激素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黃體素 Progesterone 會由這個黃體製造出來 好 好 那假設 這個 Progesterone 跟Extrotio 有一個作用 它會維持 子宮內膜的增厚 它會讓子宮內膜增厚 然後維持子宮內膜的穩定 好 這個就牽涉到 另外一個周期 就是所謂的子宮周期了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Uterine Cycle 我們就把剛剛提到這個圖拿出來 好 就是 當這個Progesterone 跟那個Extrotio 有釋放出來的時候呢 從這個黃體 釋放出來的時候呢 你的子宮內膜會慢慢的長高 好 慢慢的增厚 好 那 假設 你的卵沒有受精的狀況下 前面的 你在卵巢裡面的這個黃體 就會慢慢的退化掉 當黃體退化的過程 你這兩個荷爾蒙的釋放量 又慢慢的變少 這兩個荷爾蒙的釋放量慢慢的變少 它就沒辦法維持子宮內膜的穩定 就讓子宮內膜崩解掉 一崩解掉 就進入所謂的月經期 OK 好 所以整個過程 我們就以排卵期當中線 我們就以這個排卵期當中線 好 你就可以注意到 在前五天 這個是所謂的月經期 好 這是所謂的月經期 好 就是前五天 好 然後月經期完之後 子宮內膜會慢慢的增長 會慢慢增長 好 因為這時候體內 女性的體內還是有 就是綠炮成熟過程中 會釋放伊蘇迦奧嘛 齒性素 然後還是有少量的黃體素 它可以維持子宮內膜慢慢增長 這一個時期叫增值期 好 然後等到 卵釋放出來之後 大量的 大量的 好就是在這個分泌期的時候 OK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 假設受精卵沒有受精的時候 這個就會慢慢崩解掉 好 所以以這一個子宮周期來講 或叫月經周期來講 它假設沒有胚胎著床的話 它就會崩解掉 然後進入下一個新的月經周期 那卵巢周期同樣的 也進入下一個卵巢周期 好 那細胞在子宮內膜裡面呢 假設 假設現在有一個狀況 就是有一些子宮內膜的細胞 它不正常的跑到身體的其他地方去 好 女性有一些子宮內膜的細胞 它不正常的跑到子宮以外的地方去 好 那這些細胞呢 它還是會受到荷爾蒙的影響 它會蒸後 然後出血的一些狀況 好 所以這一種疾病叫做 所謂的endometriosis 叫做子宮內膜異味症 好 那這個是在女性 假設子宮內膜有 在不正常的位置出現的狀況下 好 這個是很少數 會很少見的一個狀況 好 那這個就把剛剛那張圖搭在一起 讓大家做對照 好 好 那以人類的女性來講 你的這個 整個卵巢週期或月經週期 大概會進行五百次 五百次之後 大概到了四十幾歲 女性就會進入所謂的menopause 就會進入所謂的更年期 在這個階段 你的卵巢週期跟月經週期就會停止 就會停止 OK好 那實際上在動物界 會產生這一種更年期的生物是比較少見的 是比較少見的 那目前有一種理論說 為什麼人類會產生這種更年期的狀況 就是讓女性不要再進入子宮週期或月經週期的狀況 就沒辦法再產生下一代 其中一個理論就是 可以讓她的媽媽照顧兒子以外 還可以順便幫忙照顧孫子 所以女性還蠻辛苦的 這是目前的一個理論 就是媽媽真的很偉大 照顧兒子 以後可能還會順便幫你照顧你的兒子 OK好 所以這個是 為什麼在人類會有月經 會有更年期猜測 在推測的一個理論 好 所以藉由這一種過程就知道說 在人類其實也有所謂的生殖週期的一個狀況 那只是我們控制的主要是 所謂的月經週期的一個行程 那這個是在人類跟少數的靈長類才看得到 大部分的動物比較不會有這種現象 好 那大部分的動物呢 大部分的哺乳類是進行所謂的Extro cycle 叫做所謂的動情週期 所謂的低頻週期 好 所以到了某一個適當的時間點 他會叫做Extros 這個時間點叫做動情期 那他們就知道說 在這個階段 他們適合進行繁殖下一代的動作 那就會開始產生一些 跟交配相關的一些行為會出現 例如求我的動作 或者交配的動作 在這個時期就會開始進行 好 我們剛剛前面介紹 那個女性的一個週期的調控 其實男性精子的生成 也有受到調控的一個狀況 只是調控上比較簡單 我們這邊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直接以這張圖來介紹會比較清楚 好 以人類來講 在我們的這個夏氏丘 一樣會釋放所謂的GNRH 好 那這個GNRH 一樣會刺激我們男性的腦下垂體前夜 釋放FSH跟LH 好 這兩個荷爾蒙 像FSH會去刺激 在我們取細精管裡面的另外一個細胞 取細精管裡面除了精元細胞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細胞 叫Stoly cell 這個細胞會促進這個精子生成的一個過程 好 然後再來LH 會刺激我們剛剛提到的 在取細精管以外的 之外的這個Ledic cell 它會釋放所謂的睾固酮 那睾固酮呢 叫睾丸酮或睾固酮 它也會刺激這個精子生成的過程 好 那精子生成的過程 你總不能說只有刺激它 沒有踩煞車的階段吧 OK 好 所以這兩個荷爾蒙 在分別刺激這兩個細胞的過程中呢 它也會刺激像FSH 也會刺激Stoly cell 產生另外一個荷爾蒙 叫做Inhibine 中文翻譯叫做抑制素 它會透過血流 跑回腦下垂體前夜 去抑制那個FSH跟LH的釋放 另外睾固酮 也會透過血液 流回腦下垂體前夜跟下氏丘 去抑制GNRH跟FSH LH的一個釋放 所以這是一個負向調控的一個動作 所以就是在搞精子生成的過程中 不是永遠只有不斷的製造精子 它也是有一個踩煞車的一個過程 好也是透過這個荷爾蒙的調控 OK 好 那整個人類性行為的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又簡單分成兩個階段 在男性 在男性來講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做所謂的Vasal Conjecture 叫做血管充血 然後第二個階段叫肌強子 Myotonia的一個階段 好 然後再來整個這個Sexual Response Cycle 我們把它分成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叫Escitement 叫興奮期 第二個時期叫Platu高原期 第三個時期叫Organ 就是中文翻譯叫高潮 第四個時期叫Resolution緩解期 好 那這整個過程其實就是所謂的Kaitos 就是其實就是所謂的性行為的過程 好 那整個這個過程呢 到了這一個第三個階段 到了第三個階段 在男性 精液會釋放出來 精液會從尿道釋放出來 好 在女性 你的這個子宮跟陰道會有收縮的現象 那當然這個過程是希望把這個精液可以 精子 讓精子可以進入到疏軟管的一個作用 那再來就進入緩解期 讓你的肌肉再回到疏鬆的狀況 好 所以就很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整個過程 好 最後這個階段 這個章節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整個胚胎懷孕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說母體懷孕幾重 幾週 懷胎幾月 懷胎十月嘛 十月是幾週 四十週 實際上沒有那麼長 實際上沒有那麼長 為什麼我們講說懷胎十月 主要是因為 其實我們真正 人體在這個 懷孕的過程中 其實時間上 嚴格來講 只有三十六到三十八週 好 那懷胎十月只是 就是大概 就是簡單的一個稱呼 好 就是簡單的估算那個時間 好 那 真正 嚴格來講 應該是兩百六十六天 那一般來講 我們會說大概 兩百八十天 主要的原因在於說 通常醫生 婦產科醫生 假設以後你們有同學走婦產科 女婦問這個女婦說 你什麼時候懷孕的 她怎麼知道說她哪一次懷孕 所以通常你要怎麼估算她 對 就是只能從 你上一次月經結束 你上一次月經來 是什麼時候 開始估算 你可能是在這中間 開始懷孕 這一個時間點之後懷孕的 所以會估算大概兩百八十八天 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是臨床上大概估算的方式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 介紹一下整個胚胎發育的過程 那整個精子跟卵子 受精的過程 我們又把它叫做conception 叫受孕的過程 這個是剛剛提到 發生是在疏軟管的位置 好 所以大概在疏軟管前三分之一的地方 其實精子跟卵子就會結合 就受精了 好 然後再來就藉由疏軟管慢慢送到子宮 那這個受精卵在進入到子宮的過程中 其實它就開始進行胚胎的發育 好 它會先進入第一步階段 叫做cleavage 叫軟裂的階段 軟裂的階段指的是 一顆受精卵 不斷的一分為二二分為四 但是整個胚胎的大小 並沒有明顯的增大的狀況 好 這個叫軟裂的一個階段 會叫軟隔的階段 好 那軟裂到一個階段之後呢 它會形成一個中間空心的一個囊胚狀的構造 這一個叫blastocyst 叫囊胚 就是一個空心的球 好 到了這個階段 大概是第七天的時候 其實這個囊胚就會跑到子宮 就會著床在子宮內膜的位置 好 就會著床在子宮內膜的位置 這個大概是在第七天的時候 好 等到這個囊胚 這個空心的球 著床到子宮內膜之後呢 它內側會有一群細胞 叫trophoblast 叫滋養成細胞 會跟子宮內膜 癒合在一起 好 會癒合在一起 好 然後再來 在這時候呢 著床在子宮內膜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把它叫做所謂的胚胎了 胚胎會開始釋放所謂的human cholionic gonadotropin 簡稱叫HCG 好 那這個HCG主要的作用就是 防止下一個月經週期的產生 好 你因為你不希望 這時候子宮內膜崩解掉 你希望子宮內膜維持穩定 所以胚胎會釋放HCG 好 所以在臨床上我們測女性有沒有懷孕 測的其實也是測這個 就是不小心驗孕棒一測 哇兩條件出現了 就是新生命的誕生 OK好 那這個我們測的驗孕棒測的 其實就是這個 OK好 那再來 整個這個過程我們叫懷孕 或叫gestation的過程 就是胚胎會慢慢在我們子宮裡面的成長 那這時候胎兒的那個大小分 胚胎的大小分慢慢長 會慢慢長大 另外在臨床上有一些意外有時候會發生 就是假設這一顆受精卵 受精之後 它沒有隨著這個疏孕管跑到子宮 它停留在疏孕管 這是最常見的一個狀況 這一種狀況叫etopic pregnancy 叫子宮外孕 那子宮外孕你可以想像 如果這個胚胎在這裡長大 會產生什麼狀況 這個疏孕管會爆裂 那這個對於那個母體來講是蠻嚴重的一個狀況 所以通常都會動手術 把這個不正常的受精卵就把它拿掉 OK好 甚至有一些子宮外孕 是子宮外孕在外面的位置都有可能 只是比較少見 最常見的是在疏孕管的位置 這個叫子宮外孕的一個現象 好 那整個懷孕的週期 我們可能delay個五分鐘下課 好 整個懷孕的過程呢 我們簡單的每三個月 我們把它分成一個trimester 每三個月我們會分成一個trimester 好 第一個trimester 就是從受精 這個精子跟卵子結合 受精開始算起 這個是第一個trimester 好 那在這個階段 胚胎會慢慢發育 它會先著床到子宮內膜的位置 好 產生我們剛剛提到的 產生所謂的滋養層 好 另外 在這個時期 它也會開始形成所謂的胎盤 就是這個胚胎本身跟這個子宮內膜 會慢慢的形成Presenta 胎盤的構造 好 然後再來 它也會從這個胎盤的構造裡面 延伸出所謂的幾代 好 這個幾代裡面就會開始產生 一些幾動脈 幾靜脈等等的血管 然後跟母體進行一些營養的交換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胎兒發育出來的胎盤的構造 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 所以如果我們把胎盤 像這個就是胎盤的構造 這個就是胎盤的構造 我們把這個胎盤 放其中這一塊放大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從胎兒 這一條是幾代 從胎兒幾代 延伸出來的這個血液 它不會跟母親的血液直接相通 這個是胎兒的血液 會分布在龍毛裡面 這一球一球的構造 這個叫龍毛 這叫V-Li 龍毛 好 那胎兒的血液是在龍毛裡面 母親的血液呢 則會送到胎盤的龍毛外面 胎盤中間 但是是在龍毛的外面 好 所以母親的血液跟胎兒血液裡面的 營養物質跟廢棄物的交換 中間是透過龍毛進行滲透作用 進行交換 所以母親的血液跟胎兒的血液 沒有直接相通 這個是胎盤形成的一個障壁 OK 那這也可以阻止母親 如果把那個胎兒 假設血液直接相通的話 免疫細胞可能會把胎兒排斥掉 所以胎盤有一個免疫 抑制免疫排斥的一個作用存在 OK 好 那所以女性如果有一些自體免疫疾病 在懷孕的時期 你會發現她自體免疫疾病 嚴重程度會降低 跟這個部分也有一點關係 OK 這以後上我記得免疫的時候 應該再幫大家提到 好 那在整個胚胎發育過程中 如果在軟裂階段 就是在軟裂階段 這個胚胎 突然從中間一分為二 就掉本來是胚胎慢慢長大 可是在軟裂的階段 這個細胞又分裂掉出來 掉出另外一顆細胞 好 這時候可能就會產生所謂的雙胞胎 那理論上他們的基因應該是一樣的 不過我們知道有些雙胞胎 在某一些特徵上 好像還是可以認得出少部分不一樣的地方 好 所以雙胞胎是在大概軟裂的階段 軟割的階段 如果這時候有細胞掉出來 形成另外一個胚胎的話 就會有雙胞胎的產生 好 那再來在第一個trimester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作用就是 它要進行所謂器官生成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在人體身上 該出現的器官 其實在前三個月 大概都會發育出來 只是還不夠成熟 OK 好 所以大概到了第八週的時候 我們人體身上大概該看得到的器官 例如眼睛 心臟 胃等等的這些構造 肺臟這些構造 其實在胚胎上就看得到了 所以 第八週之後 我們就不把這個胚胎叫做胚胎 我們就把它叫做胎兒 所以在臨床上八週大的胚胎叫做胎兒 OK 所以這個是差別 那母親在這個階段主要的變化就是 像在陰道的地方 它會產生一些年末 那會蓋住陰道 那這個當然主要是 防止外面污染的一些細菌 防止細菌跑進去 那胎盤跟子宮在這個階段 會不斷的長大 然後月經跟卵潮週期會停止 然後乳房會長大 然後再來 母親最辛苦的就是這階段 常常會有嘔吐的現象 而不太想孕吐 這個是在這個階段 會最常發生的一個現象 好 那再來 後面就是四到六個月呢 叫第二個trimester second trimester 好 在這個階段 就是胎兒會不斷的長大 那當然器官也會慢慢的不斷成熟 另外在這個階段 就是黃體其實在卵巢的黃體 已經也會慢慢的再退化掉 它不會一直維持住 在卵巢的黃體還是會 最終還是會退化掉 但是在這時候胎盤 它可以開始製造所謂的黃體素 好 所以這時候維持子宮內膜的穩定 就是靠胎盤產生的黃體素來維持 OK 這是到了第二個trimester 開始進行的一個變化 好 甚至在這時候 母親可能已經可以開始 感覺到所謂的胎動的狀況 就是胎兒在這時候 其實它已經開始會開始 會有一些運動 開始會有一些活動的狀況 好 然後第三個trimester 就是胎兒會不斷的長大 胎兒不斷長大的階段 好 所以像這個是大概第三個trimester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隻腳在這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所以殷老師留下了一張照片 我把它貼上去 這個是一個懷孕母親的肚子 有一隻腳在這裡有沒有 胎兒的腳 好 那這就是在第三個trimester 其實胎兒已經夠大了 那正常一般來講 大概出生的胎兒大概3到5公斤之間 好 然後等到第三個trimester 結束之後 就要開始進行所謂的labour 那這個叫做分娩的一個動作 好 那整個分娩的動作 它也是 它是屬於一個所謂的正向調控的一個動作 就是 當胎兒成長到了一個適當的階段 它開始要生產出來了 它要分娩出來了 這時候呢 卵巢 母親的卵巢會釋放Extrodio 會釋放雌性素 好 它釋放出來的雌性素 會刺激子宮上面 產生很多的Axytocin 這個叫催產素的受體 好 讓子宮上面有很多的催產素的受體會出現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胎兒本身跟母親的腦下垂體的後葉 會釋放Axytocin 就是催產素 催產素 就會跑到子宮的地方 刺激子宮肌肉的收縮 好 另外 它會刺激胎盤 讓胎盤釋放Postaglandin 就是所謂的前列腺素 前列腺素 也可以進一步的刺激子宮肌肉的收縮 好 所以子宮肌肉 就在這兩個荷爾蒙的不斷的刺激下 它會加強它收縮的一個狀況 另外 這一些刺激都還可以回過頭去 再增加這一些像胎兒或母親的腦下垂體後葉 釋放更多的催產素跟前列腺素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正向調控的一個過程 就是胎兒不管怎樣 你就要想辦法把它推出來就對了 好 那在過程中就會分成這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叫做子宮頸擴張的時期 那這個子宮頸擴張時期大概是耗費最久的 有的人可以拖到兩天都有 就是快的話幾個小時 慢的話拖到兩天的都有聽過 就是子宮頸要慢慢擴張 那通常到了過了24小時之後 12小時到24小時之間如果擴張還不完全 通常婦產科醫師在這個階段就要決定是不是要剖婦產了 因為他已經到比較危急的狀況 再下去 胎兒可能會有一些缺氧的狀況 好 那這個是子宮頸擴張的階段 大概要擴張到10公分寬 好 再來進入第二個階段 叫做就是胎兒會生出來的一個過程 就是胎兒產出的過程 好 這是第二階段 他大概耗費大概30到40分鐘左右 胎兒就會從母體的子宮產出來 好 然後等到胎兒出來過大概15到20分鐘之後 還有一個東西也會出來 不要忘記胎盤在這個階段 胎盤畢竟不是完全母親體內的東西 所以胎盤在大概過胎兒出來之後 過大概15到20分鐘 胎盤也會跟著出來 OK好 所以這個是分娩的三個階段 OK 好 那分娩完之後呢 在母親來講 這時候乳腺就會開始產生乳汁 就可以進行所謂的lactation 就是普魯的動作 那乳汁的一個刺激的釋放 跟兩個荷爾蒙有關 都跟腦下垂體有關 腦下垂體前夜會刺激 會釋放這個prolactin 那至於腦下垂體後夜是釋放催產素 這兩個荷爾蒙會刺激乳腺 開始產生所謂的乳汁 OK 好 所以這個是荷爾蒙調控乳汁釋放的一個過程 好 好 那這就是剛剛提到的 畢竟 胎兒跟母親 對母親來講 胎兒是一個外來的物體 其實他不跟 因為他的基因上 至少有一半是爸爸的 所以他 對於母親來講 他畢竟是一個外來的個體 外來個體 所以 對於母親來講 他要怎麼樣去接受 就是讓他的免疫系統 不要去排斥胎兒 這一種叫做Maintenal Immune Tolerance 就是對於胚胎或胎兒來講 母親要產生所謂一個免疫耐受性 所以在這個階段 母體的免疫系統 要受到四趟的抑制 尤其是在子宮的位置 所以這個就牽涉到子宮跟胎盤 怎麼樣產生一些免疫抑制的作用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一些 自體免疫疾病 在這個階段 通常 在母親假設有自體免疫疾病的話 在這個階段 通常會變得比較輕微一點 他的病況會變得比較輕微 好 那再來 現代社會 尤其年輕人 在事業還沒穩定的時候 通常不希望意外搞出人命 這搞出人命是真的出來一條人命 所以就會產生 就是要進行一些所謂的contraception的動作 防止不想出來的生命讓它出來 這個叫避孕的過程 那其實主要的原則就是這三個 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就好 就是第一個方式就是 防止卵子跟精子的釋放 那現在就有所謂的一些像 像如果你做結紮的動作 那就直接防止這個卵子或精子的一個 釋放 那第二種呢 就是把精子跟卵子隔開 那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那例如像保險套的方式 就是這一類的方式 或者第三種方式就是防止胚胎的著床 那這個在女性有子宮內的避孕器 就是類似這種方式 所以原則上避孕 主要就分成這三大類 我們就簡單提一下就好 那在以這三大類來做區分的話 最不準的當然是這個 有的人是利用說算什麼週期的避孕法 可是這樣這最不準 大概以懷孕的機率 在美國統計大概還是有10到20% 中獎的機率 那體外射精其實這也是很不保險的一個方式 因為殘留的精液裡面 其實在射精之前就有少量的精子會存在的 那最保險的方式 基本上目前最建議的還是這兩種方式 例如男性有保險套 女性有子宮帽等等的 好 那再來另外還有一些避孕藥當然也可以控制 那剛剛講的第一種 徹底結束懷孕的可能性的 這個當然是說你已經有下一代的 就是寶寶已經生兩三個了 兩三個小孩在家裡 吵吵鬧鬧很煩的那一種的 那你就直接疏軟管結扎 或疏精管切除 就可以防止下一代出來 好 那另外當然在臨床上 有所謂的RU486 這個是在懷孕前七週 如果你不小心真的懷孕了 那你希望把胎兒排除 RU486是一種 幫你把這個胎兒排除掉的一種方式 好 那再來 其實 在女性的正常懷孕的過程中 其實是有高達三分之一的機率 是會自然就是流產掉的 甚至有一些流產的過程 連女性自己都不知道 就以為是正常的月經的過程 它就流產掉 其實流產自然流產掉的比例 其實還蠻高的 大概高達三分之一 這個在人類都觀察到的現象是這樣 OK 好 那這個是剛剛提到的 在不同階段避孕的一個方式 我們就不再講 好 應該是最後兩張了 大概在幾分鐘 我們趕快把它結束 好 那我們知道說 剛剛我們提到的是避孕的過程 那現在在臨床上 我們在女性懷孕的過程中 我們總希望說 能不能早期偵測我們下一代 是不是正常的狀況 好 所以隨著醫療技術越來越發達 像現在女性懷孕 假設一個媽媽 幾乎每個月 對啊 尤其到後期 就要越來越常跑醫院 就是你一定要固定去做 所謂的超音波檢查 那當然超音波是一個非侵入性 而且對胎兒來講非常安全 然後可以看到胎兒外型的一個 發育是不是正常的一個最簡單的技術 然後另外如果擔心說 胎兒在基因上有什麼一些 可能的問題產生的話 例如像可能男性或女性某一方 有所謂的隱性基因 一些不良隱性基因存在 那可以利用所謂的羊膜穿刺術 或龍毛取樣 採取一些胎兒的基因 細胞 胎兒的細胞 然後分析這個胎兒細胞的基因 進行基因的分析 那你就可以早期知道這個胎兒 是不是正常 舉例來講像乙型海洋性貧血之類的 如果可以在早期利用基因檢測方式 偵測出來的話 就可以考慮說 你們這個胎兒如果是還在很早期的時候 那是比較嚴重的遺傳性疾病 那你要不要進行流產的一個動作 OK好 所以這個是現在在懷孕的過程中 可以做基因的檢測 好這應該是最後一張了 好 那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是 遺孕的措施 可是實際上在現代社會 其實有很多的家庭是 很多的couple 他們想要下一代 可是沒辦法生出來 為什麼 就是可能 現在生活壓力緊張啊 工作壓力大的關係 所以現在受孕成功的機率 其實有些對某些人來講蠻困難的 所以現在就有很多輔助性的生殖技術 那這一類技術最簡單的 最常做的大概就是像一些 在體外受精 在體外受精 像所謂的invitrofodilation 就是所謂體外受精 像下面這個圖就是這種方式 就是把女性的卵子 跟男性的精子取出來 在體外在體外 就是培養名裡面 讓她們進行精軟的結合 然後在培養名裡面 大概分裂到八細胞期的時候 你再把它種回母親的子宮 那通常種 我們做一次還蠻貴的 你不會一次只種一個胚胎 通常一次會種好幾個 那如果一次又好幾個胚胎發育出來 一次就會出現很多胞胎 所以通常出現那種 四胞胎五胞胎的 大概都是做人工受孕出來的小孩 會比較多這種機會 好 那另外有一些span 可能跟卵本身 它根本沒辦法進入卵子裡面 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就強迫它進去 就類似這個方式 你就用一根很細的針頭 把一個精子直接穿過卵 直接把它注射進去 那這個叫 intracytoplasm span injection 就直接把一顆精子 注射到卵子裡面 強迫它受精成功 這是另外一種 非不得已狀況下 會進行的一個方式 好 所以利用這種方式 可以讓想要有小孩的 可以有小孩 OK 好 所以這個是以後 假設有人走生殖醫療的話 其實這是蠻賺錢的 好 以現在社會來講 好 那就今天上課就到論文結束 大家趕快去吃飯 吃一吃 待會要小烤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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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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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